继续关心今日的新闻 刘云平在记者会上面表示 自疫情爆发了以来 争夺华人还有亚裔的仇恨犯罪是激增的 特朗普政府使用工夫病毒 中国病毒等等种族主义的措辞来推波助澜 这也加深了主流社会对于亚裔的负面影响 身为亚裔美国人的他建立了150人的专门小组 游说了司法部长巴尔采取措施 打击针对亚太裔的仇恨犯罪 他也认为拜登是可以扭转种族主义分裂的局面的 呼吁大家要尽早投票 刘云平在记者会上表示 自疫情爆发以来 针对华人和亚裔的仇恨犯罪激增 特朗普政府使用工夫病毒 中国病毒等种族主义措辞推波助澜 加深主流社会对亚裔的负面印象 身为美国亚裔的他建立了150人的专门小组 游说司法部长巴尔采取措施 打击针对亚太裔的仇恨犯罪 他也认为拜登可以扭转种族主义 分裂美国的局面 呼吁大家尽早投票 据刘云平介绍 为了帮助疫情下的美国民众 他与参众议院合作推出 包括薪酬保护计划等多项刺激政策 但同时坦言 在两党拉锯的形势下 新疏困案很难在总统大选结束前达成协议 加州16号提案遭到亚裔选民的强烈反弹 但刘云平站在了支持者的一边 昨天他针对这个争议性的话题做出回应 他强调 该提案提出的恢复平权措施 不会强制各校设定族裔配额 主要目的是保护校园多元化 平衡白人学生和非裔西裔学生的比例 亚裔受到的影响有限 现任国会第33区民主党议员的刘云平 2014年当选 连任三届至今 他所在的加州选区属于洛杉矶沿海富人区 包括Santa Monica Beverly Hills等26个城市 白人选民占近70% 亚裔选民不到20% 11月3日的美国大选投票日 除了决定总统人选 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也会进行改选 产生第117届美国国会 除了刘云平之外 南加州还有另外一名华裔民主党国会议员 27选区的赵美新 两人在初选均获高支持率胜出 将分别参加11月的最终选举 连任势在逼得 19日的线上记者会 由方校伟律师和皇家商业银行执行副总裁 冯振发发起 出席活动的还有中国日报社长江启光 及其他支持者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